20年前的女足世界杯上 中国女足创纪录的获得亚军 此后被冠以《铿锵玫瑰》的称号 26号晚上包括《铿锵玫瑰》在内的 几代中国女足成员 齐聚旧金山湾区 印亚美青少年足球学院邀请 中国女足最辉煌年代的23名球员来到湾区 将与湾区球队展开友谊赛 也希望借此激发美国华裔青少年 对足球的兴趣 特别是我们华裔的青少年 让他们通过足球能够体会到团队的精神 能够通过足球感受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 代表团中包括了80年代最早一批女足成员 他们曾经在极微艰苦的条件下训练 并展露头角 为女足的辉煌奠定基础 靠的就是精神的力量 但是特别艰苦 教练对我们训练就要求非常养股的 就在那个那么坚固的条件下 全是土场 没有现在什么草皮啊这那的 反正特别来劲实力 1999年洛杉矶世界杯决战中 中国女足遭遇美国守门员犯规 却没有被判罚等不公平待遇 在点球大战中惜败 当年在美接待过女足队员的李林成 提到过往依旧唏嘘不止 点球到最后分胜负纯是运气问题 所以我觉得运气不够好吧当年 但是应该女足从经费那么少到现在这个 每个人都很支持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神 铿枪玫瑰中水沁霞 韦海英等人退役后 继续培养年轻球员 而他们都看好新一代玫瑰 未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再度绽放 这个差距说在个性的鲜明上面 因为以前好嘛 也是说每个位置有不同的特点 然后组合 现在比较大众化 所以希望也是培养更多的一些 有个性的球员怎么去组合在一起 现在也是要求专业人做专业事 然后鼓励更多的以前的足球的前辈 能够走出社会为清少年的培训 来做出更多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力度 中国朱旧金山副总领事人发强 活动组委会名誉主席方李邦琴 执行李氏崔毅 曹俊生 顾问黄勇 以及大批弯曲球迷都出席了 欢迎晚宴 防卫视刘海平 旧金山报道